Hello 大家好 我是MAK Camera的Frankie 這次跟大家介紹的 這支是Leica的Summer One 35 3.5 的鏡頭 一般人心目中覺得Leica的鏡頭會很貴 其實忽略了一些較早期的螺絲蝦鏡頭 不單是鏡身細小 而且重量也很輕 就像這支只有150g 左右 不單是有特色 而且價錢也相當合理 都是幾千元已經開入門的選擇 對於一些新手來說是一個很好的選擇 這支Leica的Summer One 35 3.5 是二戰後 第一支恢復生產的鏡頭 光圈全開的時候 相片會有一點點暗角 影像是會柔和 灰階也平滑 它有一種細膩的感覺 除了這支外 它是方便攜帶 你看到是這麼細枝 價錢相對來說很便宜 無論你是喜歡拍黑白照 藝術照 或者風景來說 絕對是一個超值的選擇 這個Leica的Summer One 35 3.5 其實分別有四個版本 好像這支是早期的A36螺絲版 然後出了一支E39螺絲版 然後之後有一個M-mount的版本 和這個眼鏡版本 都差不多是同時間推出的 至於眼鏡版 其實是特意 給這個Leica的M3編音機使用的 大家可以因應自己的喜好 以及要求選擇一個適合自己的版本 多餘的話不說太多了 現在帶大家看看這支鏡頭 到底影出來的效果會如何 我們現在出發 字幕志愿者贏 他這支鏡頭 這支鏡頭 走路 走路 不想找法 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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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信幾分鐘的介紹 未必能滿足你的要求 如果你有興趣 知道更多關於這支鏡頭的資料 歡迎來到我們尖沙咀的門市 我或我的同事可以親自講解給你知道 你也要體驗一下這支鏡頭的效果 如果你喜歡我們的影片 歡迎你給個like和訂閱我們的頻道 記得按旁邊的鈴鐺 一有新款上的時候 就可以第一時間通知到你了 感謝大家收看 下次再見 拜拜 !